假如说我今天有个资料 我要能够放在网路上面 让人家可以去查询的话 当然我传统的流程是需要一个server 那这个server是web server 后面加一个可能需要一个database server 然后呢前端可能需要一个p 什么p有没有去抓资料来show 那这样其实有时候光这些想到 就有点需要很多的资源 才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各位可以想想看 我也试了一下 其实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些资料好了 那当然也许来自于你这边 或者说你可能转档之后 你想要放在那边 它可能更动的几率不大的话 那我们比如说 其实各位可以试一下 就是说可以放在那个什么呢 放在云端上面 云端上面像我刚刚把它贴上去 那其实在这个云端市场表里面有个什么 它有个功能叫做发布到网路 有没有 也就是说呢 这里面的资料呢 实际上可以变成类似一个jackson档 只是说它不是 jackson档是有结构性的 但是呢它的缺点是没有结构 但是我们可以抓它的规则 它的规则基本上跟今天这一题很类似 我刚刚看了一下它的source 那发布之后的话 它这边有个网址 就是这个网址 有没有 你可以把它复制之后 而且呢 它可以随时更新 也就是你这边如果更新 网路上面也会跟着更新 你把它发布出去 那发布出去 这边就会是有一个网址 那你可以把这个网址放在你的那个 UIL 里面 那 UIL 它就会去连到这个页面了 那这个页面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table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它的规则其实就是跟刚刚那个 有点类似 就是检视原始码 那我们要抓的 其实各位就可以往底下找 它的头跟尾 其实很快各位可以抓到 它的头跟尾应该就是在 这边 那它的规则就是这边 这边有个规则 table的这个 这个头 这个是它的头的位置 那总共你们可以查一下 然后那里面的资料呢 它的规则也是固定的 就是一个table 对不对 然后table里面有一个斜线table 那会先抓到什么 抓到它的第一个东西 那实际上它这边有一个class 什么class1 然后后面的DIR 是一样的名称 那里面的资料 然后还有一个classs1 等等的 这些规则其实跟我们刚刚那一题很类似 所以你只要能够抓得到它的规则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该怎么去抓里面的资料 那这个的好处是说 第一个你不需要架web server 第二个你也不需要架database server 你就可以把结果修在这里 你去把资料抓回来 放在你的app里面 实际上也是一种我觉得不错的方法 这部分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那今天这个sample 我们再来找机会完成 那接下来后面还有一些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进阶的sample 我们一起来看 像之前有同学有问到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今天 假如说因为thread部分 你要去控制 控制手机里面的相关的磁行动作 除了用activity之外 或者new一个thread之外 不过thread如果new太多之后的话 可能你没办法控制 所以常常我们new很多thread之后的话 你没办法让它停下来 所以thread其实控制 有点要懂得 就是用的不能用太多了 不然的话 然后恐怕 最后你也没办法去停下它 那就麻烦 另外也有可能 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比如说叫做boquet receiver 透过一个讯息 去控制一个动作的 的产生 比如说我今天 这边后面有一个sample题 就之前有跟各位讲过的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希望 透过boquet receiver 是控制activity 去帮我做什么事情的话 那里面的话呢 比如说我的boquet receiver 是透过什么 接到简讯之后 我去做什么事情 那那个动作的话呢 是透过boquet receiver 去帮我完成的话 那这边该怎么做 我这边有个简单的sample 那这个sample 实际上也是 正照考题的302题 302题 那里面这个就是 我们之前有同学问到说 那老师有没有方法去 当简讯进来的时候 然后呢 我去呼叫另外activity 就是把主控权 转移到activity 那activity去帮我做什么事情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来做解说 那比如说这边的话好简单 这个sample一进来的时候 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 就是上面有一个testview 那这个testview 上面有个讯息 就是waiting sms 也就是说等待后续的动作 是由谁触发的 是由一个sms动作而触发的 不过我上次跟各位讲过说 其实这个地方需要 如果要能够接收外面的讯息 触发之后能够做后续的动作 需要有一个permission 有没有 那如果你那个permission没有的话 你也不能做 所以这里的话呢 一定有个permission 那也就是说你安装之后 那个permission存在 你就可以做后续动作 那最近也看了一个新闻 就是我之前讲的 其实这个动作 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看 反正就安装 那装了之后呢 实际上问题就来了 因为它可以透过各种方式 来控制你的手机 包含比如说 我传一个简讯进来 我就可以 比如说简讯的内容是什么 它就可以触发这个动作 去控制你的手机 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OK 那甚至可以存取你的通讯录 所以蛮恐怖的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该怎么 比如说我今天第一个 我进来之后 我要怎么去传送简讯 那前面也讲过 你可以透过那个DDMS 这边有个DDMS 如果我现在要传送简讯 我可以透过DDMS 里面的什么呢 这边有个Animator 这边的一个 我把这个画面重拾 这个我先把它 OK 在这里 里面 里面的话 我可以模拟出一个电话 比如说我今天09223333 这个电话 那如果我要传递一个讯息 简讯进来的话 比如说我传递一串 信息 send 之后的话 那传给谁呢 传给这个模拟器 OK 按send 之后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 传递过来之后的话 有没有发现 他接收到了 并且 他把另外activity呼叫起来 然后呢 这个activity里面呢 就一张图档 表示说 我已经切到另外一个activity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练习 那这个部分的话该怎么做 首先请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一些重点 第一个 这个是正照考题 里面的说明 你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首先的话 它的view大概就是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里面的话有一个man 或者叫activityman activityman里面的话呢 非常简单 就是刚刚各位看到的 就是说 在画面里面 只有一个很简单的讯息 就是waiting SMS 这样而已 那第二个是说呢 我们另外一个叫image 这个是另外一个view 那实际上我们刚刚看 就是一个简讯进来 这个简讯进来之后的话 它把主控 其实我没有切过去嘛 我们之前要切到另外一个view 另外一个view的话 必须要藉由另外的一个equip 才能去完成这件事情 它一个intent 可是呢 刚刚我们没有 而是透过什么呢 而是透过这个smsreceiver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bouquet receiver 这个bouquet receiver 这个bouquet receiver 它也可以达到控制 控制我们APP的这个目的 它其实也是隶属于context里面的一个成员 那它 当它接收到 它可以接收外部的讯息 接收到讯息之后的话 它就会去做后续的动作 所以请各位呢 先做两件事 几个 第一个先 界面上面非常简单 你就在上面 打个waiting SMS 然后呢 里面的话呢 再加上一个什么 一个view 那这个view的话呢 基本上就放一个图 你自己找一个图 也就是表示说 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另外的话呢 在一个主要的 一个main activity 里面 其实也不需要做什么 就是一个 把这个view建起来 那另外再建一个什么呢 建一个activity 它做什么 这个activity呢 实际上就是要把 这个view打开来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两个activity 那另外还需要一个 这个什么pocket receiver 那这个pocket receiver怎么建 等一下再来看 里面还需要设定什么 相关的权限 包含什么呢 我们的 能够接收 不能够接收简讯的相关的manifest 如果没有这个manifest的设定的话 你也不能做这些事情 OK 那画面先换给大家 先建一下 两个view 然后两个activity 那一个view的话 上面非常简单 就是waiting sms 另外一个view就是 切过去的 你也可以说 第一个画面 第二个画面 然后第二个画面 有一张小图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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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